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25日 今天是星期日 這一節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 俄羅斯 還有普京 是否來到 最危險的時刻呢 歌仔也有得你唱 起來霸人民 來到最危險的時刻 說的是 人民起來的時候 獨裁者來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所以呢 這個所謂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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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大規模唱國歌 俄羅斯 剛剛上一節才說完伊朗 俄羅斯會不會率先跑出呢 當然現在 就是盤口 最好的 應該說最熱門才對 最熱門跑出的一定是普京 普京是最瘋的那個 俄羅斯自從 就是 展開了後備役 動員令之後 俄羅斯就成為了逃跑大國 一夜之間有大量的俄羅斯民眾 增傷離開俄羅斯 俄羅斯 跟中國大陸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這個國家充滿著無比的貪腐 嘴巴說愛國的民眾 深深明白這個國家貪腐到甚麼程度 所以有事的時候絕對他們會先走 所以為甚麼藍絲會有句言語 屈你們的 反對派 說別人叫人衝自己鬆 因為他們心底裏面 經常想著自己要鬆 經常覺得 就是支持偉大祖國 自己就不用鬆人了 當偉大祖國 要求他們幫忙的時候 他們立即 就是會 極度深潛 立即 就是生出一對翼 立即就是飛著離開 這個 就是獨裁政權擁護者的特色 他們擁護 政權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想穩定 想繼續 就是他們安穩的生活 哪怕那個所謂安穩的生活是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 他們也不會理會的 所以你說為了安穩生活而投靠 政權和獨裁者的人 會不會為了獨裁者 去犧牲呢 這個答案是一定不會的 所以 現在有大量的俄羅斯人正在逃跑 俄羅斯的主教 出來要呼籲 呼籲勇敢的俄國人 叫他們不要逃跑 只要不怕死 就能夠無敵了 為國捐軀能夠得永生 有這樣的宗教嗎 原來是為國捐軀的嗎 這個 跟我們理解的基督宗教完全不相同 基督宗教是靠愛國來做這個升天的標準嗎 當 這些主教開始亂說話的時候 你就知道 俄羅斯隨時 就是倒下 而這件事 就是在普京手上發生 這個就叫做俄羅斯東正教 教會的主教叫做 長基里爾 長基里爾 就是宣佈 叫民眾不要怕死 如果他們擁有真正的信仰的話 就不應該 懼怕死亡 麻煩你自己去當兵吧 很好笑的 俄國有很多反政府媒體 做了一些街頭訪問 好像我們那些黃色媒體 去訪問一下那些所謂愛國支持俄羅斯的人士 就發現這群人 就是問他願不願意 為國家犧牲 每個人都說我很愛國的 願意奉獻一切 當問他願不願意 白紙黑字簽紙 響應徵兵令的時候 那群人就立即逃離現場 放置於中國大陸和台灣 你會發現一大群這樣的人 在香港也是 香港的藍絲 什麼外國團體 你叫他們當兵做解放軍 第一時間走人也像 解放軍不是他嘛 經常叫解放軍要武統台灣 這群人還有特色 就是如果解放軍遇不到 台灣的抵抗的話 他們自己就會覺得做解放軍沒有問題 但是假如 解放軍到海的時候遭受嚴厲的炮擊 他們 打死也不會做解放軍 所以 由始至終這一群 都是強權的崇拜者 只要你的拳頭夠大的話 這一群人是沒有立場的 這一群人不會為了任何 所謂的原則 去犧牲的 到最後你的拳頭大 他就會向你下跪 又或者 不要叫下跪了 他會選擇跟你立即妥協 說我們也是愛好和平的一群 這群人就是這樣 坦白說這群人 劣根性 相當之嚴重 這個世界 我們這個人類社會 總是一群這樣的人 這群人 就是 只是顧著自己 只是想安穩 他們專門向強權 就是下跪 甚至乎下跪不重要 他要逼你跪一份 你不跪 他就站在強權那邊來幫手壓迫你 中共的邪惡政體 所謂的獨裁者邪惡政體 就是這樣形成的 他們會 是 不由於加入 政權 加入惡棍那邊 去欺壓 迫害那些手無寸鐵的人 所以 當你不是手無寸鐵的時候 當你手上有鐵的時候 他們就不敢欺負你了 他們就是一群這樣的人 所以 有時擁有一定程度的力量 是必須的 不要再經常說那些甚麼 你擁有力量變成惡魔 不要說廢話 擁有力量的國家 西方民主世界 各個國家 都擁有大量的力量 誰變了邪惡 誰變了魔鬼 別亂說 所有民主國家都有自己的軍隊 台灣也擁有國軍 台灣有沒有變了 變惡魔 說甚麼 香港一直有人說這些論調 說你有武器有軍隊就會變惡魔 你說甚麼 他們將 擁有力量 和濫用 劃上等號 這個完全是偷換概念 擁有力量和濫用成為惡魔是徹底兩件事 他們將這個概念偷換 變成 將你無力化 將你 原本可以擁有力量 跟著跟你說你甚麼都不要擁有 將他兩件事 硬硬 溝亂 這個 是有心刻意把兩件事混淆 這個就是我們早兩節跟大家說了 散播恐懼的其中一種方法 使你 連擁有一定程度的自衛力量也告訴你 你會變成魔鬼 這些做法 跟這個 邪教教長是沒有分別的 出來恐嚇民眾 他反過來 他就鼓勵民眾去死 叫他們出來為國捐軀 我們可以想像到現在 俄羅斯的情況有多惡劣 為甚麼 連那些教會領袖也要出來呼籲人民不要逃走呢 就是因為 逃走的人數 遠超想像的 大家會問一個問題 為甚麼俄羅斯不索性封閉關口 不讓人們離開呢 大家 就是忘記了這個叫做銀行擠提原理 假如 銀行 在擠提的時候 就是立即關閉了擠原機 關閉了分行的話 本來 不來提款的人 又或者不覺得 銀行會倒閉的人 就是會瞬間 膨脹的人數會膨脹10倍 膨脹100倍 假如 俄羅斯去到需要封關 不讓人離開的話 其實他真的會 徹底信心崩潰 連那些 愛俄分子 愛俄力 愛經力 全部都會粉碎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也可能會 遭受精兵令就是精兵 當你叫他們付出的時候 你不要開玩笑啦 我親政權為了賺飯吃而已 平時沒有東西做 出來做愛物力 就是為了賺了維穩費 我也是為了生活的 你現在叫我做炮灰 彩你也有味 這就是他們的心聲 他們想求生 你想求生不要緊 但你們想求生的時候 你平時的做法 就是去欺壓其他人 本身自己是韭菜 搖身一變 以為自己支持政府 就獲得大量的權力 所以這班人 到最後遭受宰割 其實真的是應得的 香港就是一個好例子 如果不是現在 忽然之間 去 推翻這個防疫大局 為什麼會推翻這個防疫大局 我認為 我依然認為 如果習近平存在 他沒有可能會容許你香港 膽敢推翻這個國家大局 當然 截至這一節錄音的時候 我們也看不到相反的證據 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一班人 擁護政權 到最後 他就是要無限制地為政權 瘋狂的行為付出代價 現在 普京和俄羅斯 可以說得上是進入 徹底一個瘋狂的狀態 他將會面對的 是整個國家 信心崩潰 按照普京的思路 現在 你要 所謂局部動員 局部動員之後 如果也不能夠改變任何局勢的話 你就不是局部動員了 你需要再繼續 提升的話 就叫做全國動員 而這個 紹伊古更加出來大言不殘 說這個 俄羅斯有2000多萬 士兵可以用的 有哪個國家可以有2000多萬士兵呢 你想想也知道 那些所謂士兵 就是把平民捉到拋灰 現在俄羅斯居然走的路線 是這個前蘇聯二次大戰時候對抗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把所有民眾 用人海戰術 我們真的有理由相信 他會朝著這個方向進發 如果想避免有大量的民眾死亡的話 其實最佳最佳最佳的辦法 傷亡人數最低的方法 是要立即 進行斬首行動 斬首行動 就叫做一條命 換回千千萬萬的人的生命 這件事很悲劇地 發生過太多次了 發生過 在納粹德國 當大家決定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這個希特拉 已經躲在安全的地方 沒有人找到他了 要暗殺希特拉一點也不容易 這一節我們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裡了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條連結 可能有 你會看